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解释长城,这部电影讲述一群欧洲佣兵遭遇秘密军队的故事 他维护和保卫中国的长城免受一大群怪物的攻击 他们最终会赢得与怪物的战斗吗? 让我们在长城中一看究竟,长城一开始展示了一群山地部落和来自欧洲的雇佣兵 为了智取敌群,雇佣兵释放了几匹马在相反的方向 雇佣兵正在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他们已经骑了6个月,仍然没有到达他们在北部的目的地 中国大陆,其中21人被杀,现在只有5人必须完成任务 那天晚上,就在他们休息片刻的时候,突然一个神秘的怪物袭击了他们,杀了3个佣兵 另外两个幸存的雇佣兵威廉和托瓦尔拼命战斗他们从未见过的怪物 他们终于设法杀死了这个奇怪的怪物 他们砍掉了怪物的手臂,带着他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可怕怪物的信息 第二天,当他们继续他们的旅程时,山地部落的人设法秀出了他们的踪迹 然后他们不得不更快的赛马,经过漫长的追捕,威廉和托瓦尔到达由无名骑士团守卫的中国长城 两人随后自首给中国长城的卫兵,部队立即将威廉和托瓦尔带到他们的首领,少将军 威廉随后将袭击雇佣兵的怪物的手臂展示给将军和他的指挥官 林司令是全军唯一的女司令员,然后询问怪物袭击威廉和其他佣兵的位置 威廉回答说两天前怪物在山上袭击了他们 少将军和吴明慧的部队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怪物的袭击,尽管这与他们的目标略有不同 获得所需信息后,指挥官林向他的领导建议威廉和托瓦尔应该被杀,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关于怪物的存在 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无名骑士团的秘密被人知道由外人 但是,王参谋不同意林司令的意见,根据战术家的说法,如果威廉和托瓦尔活着 他们会更有用,因为他们设法杀死了怪物并提供有关其攻击的其他信息 自从无名骑士团的军队头等大事是怪物,少将军最终决定听从军师的建议 但他还是考虑了林司令的建议 在那之后,威廉和托瓦尔俘虏并直接置于无名骑士团部队的前线防线 王告诉他们俩,中国的长城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伟大的攻击而建造的 淘汰,威廉设法杀死的怪物,王估计9点后滔滔会进攻天 然而,在听到威廉的话,看到怪物的身体部位后 少将军和他的指挥官们必须立即准备全军 以防备淘汰即将到来的进攻很快 据估计,滔滔每60年就会出现一次,攻打中国大陆一次 少将军告诉王,他们从60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终于,与滔滔的大战即将打响 无名骑士团执行了他们的各自的职责取决于他们盔甲的颜色 黑色是地面部队,红色是弓箭手,紫色是近战,蓝色是勇敢 整个军队看起来都很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每60年才出现一次的怪物 不久,一声怒吼从万里长城的背后响起 滔滴群从背后冲过来山,不是十个或二十个,而是几百万个滔滔 他们行动很快,军队在怪物爬上城墙之前,弓箭手们立即去击退了滔滔 巨炮球向羊群发射,但这并没有意志下一批来的滔滔多得多 滔滔的弱点就在他们眼里,那是他们领导的赶死队的任务 林总,勇敢的妇女被派去用长矛正面攻击淘梯牛群 但死去的军队,却远远超过了死去的滔滔兽群 滔铁有被精锐的滔滴军队严密守卫的女王 滔铁女王很聪明在计谋中 看到机会,女王命令她的羊群攻击较弱的一面万里 长城和几个滔滔设法爬上了城墙 现在轮到紫色了保卫中国长城的前线卫士 随着紫色部队的推进向前,威廉和托瓦尔要求解除他们的束缚 但所有的部队都忙于战斗 直到最后一个名叫巴拉德的人来了,他解开了他们 威廉立即拿起长矛救了一个淘汰差点被杀的军人 他们齐心协力帮助部队对抗滔滔的攻击 吴明慧和陶帝太后都在战斗中损失了不少兵力 分析了战场上的局势后 陶帝王后终于撤军,死伤滔滔与她同在 战斗结束后,少将军进贡至威廉和托瓦尔 他们应勇地与淘汰牛群作战,并告诉他们休息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被威廉救下的队员朋友,感谢他们救了他的命 少将军告诉他的指挥官,今天的滔滔比60岁聪明多了多年前 让他们不要放松警惕,多留意滔滔的动向 另一方面,与巴拉德一起休息的威廉和托瓦尔告诉他 他们是雇佣兵在寻找火药,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之一纳什 原来,巴拉德是一名曾经执行过类似任务的雇佣兵25年前 威廉和托瓦尔随后对巴拉德说 他们不能再长城,因为他们必须继续前往北方完成任务 洗完澡洗干净脸后,威廉和托瓦尔被要求出现在少将军面前 少将军一行在餐厅热情欢迎威廉和托瓦尔 将军称赞佣兵的战斗技巧,非常感谢同意帮助部队粉碎淘汰牛群 少将军随后要求威廉展示他的射箭的精明 因为他在战场上亲眼看到他时是如此惊讶 威廉毫不犹豫地展示了他的射箭技巧 巴拉德低声说,威廉为了自己的安全,托瓦尔不得不对无名骑士团的部队保密 和威廉吃饭时,林司令说只有他和王参赞会说英语 在接受了在无名骑士团担任英语和拉丁语教师的巴拉德的教导之后 林接着问威廉战斗的目的是什么 威廉回答说,他的一生,他只为金钱和食物而战以维持生命 除了这两件事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吃完后,林司令向威廉挑战,却试试蓝军的任务 与淘汰正面交锋,威廉接受了挑战 然而,当他到达说完,威廉低头,脸上流露出一丝疑惑 身后的林某透露对威廉来说 为无名骑士团而战是为了信任,而不是为了金钱或食物 林说威廉应该学会相信某事 但威廉告诉他,他还在活到今天 就是他不相信任何事和任何人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 威廉和托瓦尔看着巴拉德简短地展示了他从王那里偷来的一小撮火药 巴拉德随后提议窃取属于无名骑士团部队的火药供应 并在下一场战斗开始时从那里逃走 王参赞随后致电威廉和托瓦尔向他们展示了他在寻找威廉的财物时发现的一块磁石 他陈述了他的假设 由于石头的影响,威廉可以很容易地杀死一个滔滔 王继尔讲述了来自一颗撞击中国大陆的大流星的陶蹄的起源 几个世纪前,流星和这些怪物被认为是天上的惩罚当时统治中国的皇帝的贪婪 让他的所有人民都受苦 到每60年兴起一次攻击中国大陆的太族群将捕食人类并成为送给女王繁殖 如果滔滔群能突破大地长城并控制了首都 那么中国大陆肯定会被摧毁 在其他地方,一个滔滔设法潜入了西塔 少将军和指挥官林氏立即调动数只军队与滔滔作战 但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被诬陷 因为另一个滔滔从对面进攻 林司令和他的部队好不容易对付那两只大而凶猛的滔滔 而在当晚的突袭中,少将军被杀 在他去世前夕,少将军将领导权移交给了给林司令的无名命令 在向少将军和全体部队致以最后的敬意后 战死沙场的无名骑士团领导召开重要会议 因为京城的使者带着重要的消息赶来了 使者交出900年的古代战争史记载给统帅 道地的性质可以被磁力最小化 王接着给他看了此威廉带来的石头 并想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说明威廉如何能够与涛泰正面交锋 将其杀死 据王说,磁石可能确实可以让涛涛不那么咄咄逼人 听不到王后的吩咐,变得更容易让他完成它 威廉于是想出了活捉涛涛的主意 像捉鲸鱼一样用毛钩,直接证明了磁石的能力 王和指挥员同意了这个想法 贵后,托瓦尔与威廉对峙 他没有希望威廉帮助凤凰社 忘记他们与巴拉德计划的秘密任务 4日,王和仲将已经准备好了大枪一种强效麻醉剂 与涛涛羊群的战斗开始了 另一方面,巴拉德和托瓦尔已经准备好执行他们的计划 偷走火药并逃跑从那里 但是托瓦尔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他不想让威廉一个人待着 与此同时,正在监视战争的威廉也感到同样的怀疑在那里完成他们的使命 还是帮助部队活捉陶蹄 尽管被大量吸毒的长毛洒落 滔滔木群仍然可以快速移动 躲避骑士团部队的攻击 骑士团的部队设法削弱了一只滔滔 尽管 麻醉剂上未有效发挥作用 部队随后发射火球环绕他们目标让牛群忍不住的逃递 临然后告诉威廉,毛沟卡在淘泰身上的麻药还没完全起效,就快要脱落了 威廉决定帮忙下楼 他成功的制服了滔滔,并给他撂铐 几个滔滔成功突破火圈,攻击威廉 但是之后,托瓦尔来帮助他的朋友 越来越多的饕铁群蜂拥而至 正如威廉托瓦尔越来越绝望 林司令调动了一支军队,袭击了淘泰牛群用火药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威廉失去了知觉 战斗结束的时候威廉醒了 林燃后告诉威廉,他们今天用火药击败了滔滔羊群 林燃后要求威廉对任何人保密火药 以便不负责任的人不会瞄准致命武器 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王试图将此石头靠近了他们抓到的滔滔 果然,滔滔默默地鞠了一躬 然而,中国帝国使节声称逃梯 根据皇帝的旨意,如果任何陶帝被活捉 都必须带到京城城县给皇帝 最后陶帝被带回了京城 林总调动全军长城随着陶帝再次开始进攻 与此同时,巴拉德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偷走火药并从那里逃走 这次托瓦尔也参加了,托瓦尔和巴拉德 然后潜入军械库并偷走火药和一些武器 威廉,他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来到仓库,试图阻止两人 但是托瓦尔和巴拉德击倒了威廉不醒人士,立即从那里逃离 在其他地方,林司令和他的部队发现墙底部的隧道 原来,滔滔之前的攻击是有意的作为转移 另一组滔滔挖地道已穿透中国长城 就连无名骑士团也不得不敢在滔滔群攻之前赶到京城 他们决定乘坐热气球 因为这是在两个小时内到达首都的唯一途径 比滔滔群快得多 虽然这种方法风险很大 从来没有人做过他们 林司令最终得知了托瓦尔和巴拉德的盗窃 并指责威廉是他们的同谋 但威廉否认并说他试图阻止托瓦尔和巴拉德 指挥官们不相信威廉的话 决定将他斩首 但随后彭作证威廉的辩护 他亲眼看到威廉打算阻止托瓦尔和巴拉德 听彭的声明中 林决定关押威廉并派兵追击托瓦尔和巴拉德 在其他地方 托瓦尔和巴拉德设法逃离了中国长城的一段距离 但在旅途中 巴拉德背叛了托瓦尔 将托瓦尔独自留在了沙漠中 没有马 当然还有他们偷来的火药 无名骑士团开始飞行热气球 朝着首都而去 但事实证明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部队仍然无法平衡气球 一些热气球爆炸或坠落到地面 彭随后释放了威廉 因为淘汰牛群已经进入了首都 王接着告诉威廉 他现在可以为所欲为 并告诉大家世界处于危险之中 但威廉决定帮助部队对抗逃梯风群 威廉说 要想赢得这场战斗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淘汰女王 正准备进军京城之际 中国的使臣活生生的带了一个滔滔 已经到了皇宫 使者随后掩饰此时是如何对抗滔滔的 中国皇帝和所有朝廷官员目瞪口呆的 看到了此时压制怪物攻击性的能力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淘汰向他的女王发出了关于其当前未知的信号 别处被山地部落俘虏的巴拉德最终因为不知道使用巴拉德带来的火药并在火中燃烧 在巴拉德和小山之后部落的人死了 托瓦尔控制了他们所有的武器和马匹以及一些剩余的火药 但没过多久 无名骑士团的部队就追上并抓获了他 淘汰群和无名骑士团的部队一起抵达了王都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林司令差点丧命 但威廉 王和鹏及时赶到救了他 由于滔铁不会在王后吃饭的时候发动攻击 王想出一个计划来附上食物和火药给他们扣为人质的滔滔 然后释放他 让他回到他的女王身边 当滔滔靠近他的女王时 威廉会引爆火药 什么时候威廉等人即将抵达埋伏地点 一群滔滔向他们袭来 彭受了伤 牺牲了自己来阻挠滔滔 好让他的朋友们执行他们的任务 计划 威廉 林 王终于放开了怪物 滔滔立即返回女王 以便女王可以吃东西 威廉和林 然后爬上了高塔 威廉可以瞄准用火药捆绑的建设向目标 与此同时 王与一群盗人战斗牺牲了自己 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在的态 女王的保镖挡开了威廉的两个剑 现在只剩下一个火药 这是他们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 威廉随后向淘汰王后的保镖扔了一块磁石 再盾 林随后投出一根火药连接的长矛 成功地炸毁了女王及其侍卫 因为滔地女王已经死了 整个滔滔羊群都因为失去了讯号而愣住了 威廉和骑士团的军队赢得了这场战斗 之后 威廉来到托瓦尔被俘虏 威廉说 为了帮助军队赢得对淘汰的战争 他被允许携带火药并由骑兵护送回国 皇帝让威廉选择 带上火药或拯救托瓦尔 威廉随后选择拯救他最好的朋友 与林道别后 威廉带着托瓦尔回到了家 电影结束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